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套房子是一套30万左右美金区间的一套比较适合投资 也同样适合自住的房子 这个房子学区好,卫宜的区域好 去中国城,亚洲城或者是中国超市都很方便 而且这个地方租金还是很不错的 租金回报率还是比较失中的 所以这个房子既具备了投资又具备了自住的一些潜质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33万3000美金 三十几万区间的房子 这个房子学区很好,是一个99分学区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这是一个状况很好的 待会我们再看一个同样户型状况不好的房子的区别 是吧 只有一位人间 对 一进门就这样一个大的高条厅 一进门就这样一个大的高条厅 就这样一个大的高条厅 一进门就这样一个大的高条厅 这边是一个早餐厅 早餐厅的顶端有吊顶装饰 这个主餐厅也是石木地板 然后楼梯板也是石木地板 然后再往前走也都是石木地板 这些倒是很好 然后右手边的这个门 就是进入双车库的一个门 再往里走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这边有一个门 我们打开看看 给关上 高挑的客厅 非常亮堂 这个房子面积不是很大 只有2700多尺 但是整体的感觉是非常亮堂 还觉得房子挺大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厨房 厨房依然是有烟道的 买房子冰箱是不包含在内的 这个房间是一个储藏室 再往里走就是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个客位有窗户 厨房 客厅的感觉是这样子 然后再往右手边走是主卧 这个主卧比较好的一点 是主卧有挑高 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了 浴缸 淋浴间 我讲过淋浴间如果维持的比较好的话 就说明这个主人 比较细致的一个人 对房屋的维护是比较上心的 精致的主人 这个房子的台面 是一个Lemony 不是一个大理石的台面 往这边走这个厨子 这就是刚才我们从这个洗衣房过来的门 但是它给关上锁起来了 这样的话您的脏衣服直接可以从主卧 洗手间到洗衣房 然后再往里走就是它的衣帽间 这个房子的衣帽间 主人做的还挺精致的 放了一个厨子 然后衣帽间也是铺的石木地板 衣帽间旁边是一个马桶间 马桶间也带着窗户 这点还是很不错的 这就是一楼的构造 我现在去二楼看看 上二楼就可以看到楼下的高挑的厅 很漂亮 然后到了二楼之后我们先去左手边看 这边有一个房间 其中一个卧室 二楼地毯的维护也是很干净的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向里走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卧室 它的总体面积2700多尺 所以它的卧室并不是很大 然后另外一面 就是一个活动的空间 再往右手边走 再往右手边走 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卧室 这边有一个厨子 放杂物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同户型的 状况不太好的 售价只有三十万七千的另外一套 是什么样的 这是我们看的另外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跟我们刚才看的状况好的那套 是一模一样的 一样的外观 一样的户型 但是报价差很多 这套报价只有三十万七千 但是这套稍微有点瑕疵 比如说你看门口的草坪 都很枯黄了 这个保养的稍微差一些 打开门进来 也是这样的一个高挑厅 这样的一种感觉 刚才那套的感觉 可能就更舒适一些 因为它都是石木地板 那这套呢 它都是这种深色的地毯 户型一样 你看包括这个主餐厅楼上 这个上面的吊顶都有 我们往里走 这个房子的右手边呢 还多了一个书房 刚才那间还没有这个书房 再往里走 这个厨房也是一样的 这是色系不太一样 所以整体的感觉 就不太一样 这些感觉都是非常像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厨房的感觉 你看这个厨房的大理石颜色不一样 但是其他的方位都一样 包括这个地方是一个储藏室 再包括我们这边走是一个客位 客位带着窗户 这都是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 再包括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洗衣房的位置 洗衣房的门可以直接通到主卧的洗衣房 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它主卧的位置 其实这个房子除了地面是地毯 而不是地板之外 其他的结构上的这些构造 都跟第一套是一样的 再往里走就是这个洗手间 这套房子的洗手间 保养的感觉也非常的新 整体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我是完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来拍的 这各种保养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 这个台面也不是这个大理石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洗手 这个衣帽间 衣帽间主人在这儿放了一个 专门摆鞋子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好好玩 衣帽间的大小也都跟上一套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衣帽间的地板 上一套是石墓地板 这套是地毯 完全一样 院子的大小 刚才我们看到那套房子的院子 其实跟这套房子也一样大 但是我刚才没有拍院子 因为这个院子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出门一个padi 然后这样一个不大的院子 房子的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 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套的占地面积是5712尺 刚才我们做对比的另外一套也是5750尺 差了一点点 现在我们上楼上看看 这个地毯给人的感觉可能稍微有点暗 上来之后还是左手边一个房间 太深颜色的地毯了 好像感觉房间特别小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跟刚才的那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往这边走 有一个卧室 总体的感觉就是刚才那一套房子状况比较好 所以感觉每个房间都大 这个可能是用黑色地毯的原因 感觉每个房间的这个面积感觉小了 但是其实它们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卧室 第四个卧室是一个带洗手间的套件 所以这边就是第四个卧室的洗手间 打开灯就能看得出来 还是这样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三十几万区间的两套房子 同样的户型 同样的小区 因为状况和装修不同 所以呢 价格还相差了挺多的 将近三万美金 其实买房子当中 经常有这样的对比 所以您看到的房子 均价不重要 重要的是性价比 如果您觉得装饰的好的 那个性价比 对您来说很重要的话 那它可能就贵三万美金 如果您觉得这个房子 这个装修的好不好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而且这套房子的装修 其实也还可以 只要把地板都换了 整个房子提升 很大 有很大的帮助 那可能它对您来说 就不是很重要 好 好 好